完善 实行的人不努力 那都是假制度 所以我说为什么 一开始我的主张要先把最高的拿掉 你才可以调查 因为最高的还在存位上面的时候 谁敢讲真话 报复部长我跟你讲过了 你可以这样讲吗 不行他还是部长 县建的再多 管道建的再多 制度建的再完善 实行的人不努力 那都是假制度 所以我说为什么 一开始我的主张要先把最高的拿掉 你才可以调查 因为最高的还在存位上面的时候 谁敢讲真话 报复部长我跟你讲过了 你可以这样讲吗 不行他还是部长 所以把他换掉 换一个新的部长 全跟我无关 我可以把所有的资讯透明化 我也不用开每天开记者会了 我一次把所有真相给你 为什么跟我无关 因为不是我闯的祸 不是我闯的祸 我全部可以给你 所以我说为什么我讲 逞要从上起 讲要从下起 你逞不从上起 真相查不出来 最大的在那里 因为五条线最后会中就会到他身上 你说这个支队长 他有本事听到这五条线的回报吗 他的成绩不够 这五条线是回到最高层 让你能够这艘军舰在外面飘 我都可以知道他所有的事情 这就是部长的布线 他的布线 所以我才说 如果最上面的那条鱼不把它拿掉 真相拿不出来 我不懂 最上面那条鱼看到的报告是零的时候 他怎么知道说 你可能骗人 所以我要找其他事件来检查 所以我讲 到底是他看到了不报 还是下面没跟他报 我说他先调离线 你也保留说下面可能没跟他报的可能 先调查 让高层长官做决策的资讯不够充分 让新来的人 今天法官如果设案 法官怎么查办 就是因为法官没有设案 今天新来的部长来 我来代理 或者是找个副部长代理都可以 查完之后 如果部长没事还他清白 如果有事处分 那真相才会出来 可是这个负责的人 最大权力的人在这里 你请问下面有谁敢跟他讲真话 国军出一个这么重大的任务 绝对不是单线回报 他舰长所做的回报 叫做指挥体系的回报 我是跟我的指挥官 跟总长跟部长 做一条边的回报 军医他也有一条边 对 军医官有跟他的军医体系要回报 保防体系要跟保防体系回报 监察体系跟监察体系回报 后勤体系跟后勤体系回报 是五大体系同时回报 所以说最后这个回报是到谁手上 国防部最高决策者部长 他这五大体系最后归宗都在他身上 所以你不可能说五个人一起说谎 如果五个人一起说谎 这国军不用打仗 保防是做什么事 就是怕你回报不实 他还给你做纠正 保防官讲话我们都很谨慎 保防官绝对不会受指挥官任何的威胁 因为他的身份特殊 他有独立作业 那军医官他为什么隐瞒 军医官也是独立系统在回报 李毕预医师也说 军医官隐瞒干嘛 他没有必要隐瞒 他没有必要隐瞒 所以我说这件事情 如果要归咎到说是因为陈道辉 或者是剑指部指挥官 压这个事情压不住 压不住 他是五条线上上报告 那最后决策者 国防部长或者参谋总长 你不可能不知道 除非你这五条线全部说谎